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我正在比較中國文化精神和西方文化精神的歷史進程的發展 在近代來說有一個發展的比較 我們並不認為中國文化只有古代的發展 看到近代沒有發展過就不贊成這個論點 我們近代也有的 我們將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用來與中國文化做一個比較 我們發現有些相似性 所以我們現在講西方文化的近代精神 以近代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發展作為代表 英國的培根洛克代表經驗主義的精神 歐陸、迪卡爾、萊布尼茨那些代表著理性主義的精神 而這裏就是西方文化裏的近代精神的代表 理性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理性能力 認為通過人的理性能力令人的精神得到安頓 而經驗主義就是重視行為上的實踐 還要實踐 結果他們發展出來就是在自然 著重征服自然或者掌握自然方面 實踐的運用就變得非常之多了 著重在外在的自然社會的改造和征服這方面是比較著重的 其實相對地我們看中國文化裏面 近代文化的代表其實我們可以用宋明理學來相比的 用宋明理學來相對地討論 我們看到宋明理學也是重視實踐的 但他的重視實踐就是當下的道德實踐 我們看到宋明理學的發展 一開始就是周章移情 周章移情最初的時候 周廉溪彰環渠他們比較著重 多些就是所謂宇宙論的討論 宇宙論的討論 所以我們覺得他們相對地 相對地相似理性主義的人物的發展 到了異情的時候 相對地多了重視當下的道德實踐 直接應用 所以我們覺得有點像 重視實踐的經驗主義 這是有點像的 我們相對地比較 當然當中裏面有很多不同 但是如果我們要講歷史文化的發展 在這個步伐上 在這裏就有點接近了 一方面重視理性 一方面重視實踐 中國文化就著重道德理性 以及人內在的實踐 雖然中國文化就不是說要用知識去改造自然 或者征服自然 不是這樣的說法 而是要進入人的心裏 去征服人的雜氣和人慾 要改善 改變人的雜氣和人慾 對這種自然的人慾 是要加以去除的 這種也是一種實踐的態度 當然這種態度 跟西方文化所講的一種態度 有點不同 但是我們用來比較的話 可以見到這種是有點接近 就是這個意思了 另外在人物方面 我們也見到 感發宋明理學再發展下去 就去到朱熙 就有一個集大城的發展 將這個周章議程的講法 綜合起來 而西方我們見到 康德就會將這個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 加起來 綜合起來 來發展 所以這裏的地位 也有些相似性 在這裏這樣講 我們上次講到 就說這個 朱熙也是一個 著重講知識的 這個博學多聞的學者 著重講知識 變成有些類似西方的學者 著重知識的這種風格 但是我見到康德也很著重講 這個道德意志 這種說法 這種道德理性 著重講道德理性的時候 也有些接近中國文化 中國理學家 著重講道德的說法 深性道德的說法 這樣 我們再比較一些不同的人物的發展 這個 譬如 與朱子同期的 有呂祖謙 呂祖謙 呂祖謙 就是呂東來 呂東來 呂東來非常之薄學的 他主要是講疑情將在的學問 這個 那朱子同期除了呂祖謙之外 還有張南軒 張南軒 張南軒和呂祖謙 和朱熙都很朋友 這個 很朋友的 這樣呢 他們這個 都是同期的 經常和這個 朱子互相切磋 雖然他們的主張有些不同 但是他們經常都互相切磋 不會互相對壘 不是一些互相對壘的學派 這些是朱子同期的人物 除了這些人物之外 其實當時和朱子最不同的 就是這個 捷東的永康永家學派 永東永家學派 他們這些也可以說是 這個叫做 事公派 事公派 所謂永康就是這個 陳亮為代表 陳亮是永康人 所以我們叫做永康派 這個 陳亮 又叫陳龍村 他那一派也是一個事公派 永家就以葉式為代表 葉式是永家人 即是葉水深 又是著重說外王事公 所以這個 永康永家學派 葉式陳亮他們 就是代表這個 事公派 這一派跟朱子的說法很不同 這個就著重說事公 比較公利 我們可以說它是公利主義的派別 更加著重實用 這個 另外一派跟朱子很不同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個所謂 綠象山那一派 等一下會再講 這個永康永家學派 就是他們著重講事公 著重講事公 其實這種說法 是由北宋的愚者的說法 一直傳下來的 我們知道北宋的愚者 其實都有很多 很著重講事公 例如黃安石 這些就是很著重講事公的人物 這個 在宋元學案裏 譬如這個 陳子齋 這個南宋的理學家 這個 另外這個 陳子齋 就是著重講事公的 這個 它就是繼承這個 北宋 胡安定 周廉溪 疑程 這樣 一直傳下去 這個 這樣 其實葉式和陳亮 都可以算是這個 胡安定的 幾傳的弟子 這個 不是直接的弟子 一直傳下來 就是說 後期 著重事公的愚者 著重事公的愚者 都是繼承前人 下來的 就是 之前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愚者 著重講這個 事公 稱為這個 事公派 來到這個 南宋的時期 他們的說法 就會跟朱子的很不同 這樣 因為這一批愚者 他們都比較重視講這個 事公 要實踐 要講事公 重視這個 社會上的道德實踐 著重社會上的道德實踐 著重講事公 這樣也比較符合 這個 疑程 講實踐的意思 所以 我們都可以把這個精神 說到 是由這個 疑程那裡 一直傳下來的 這個 這樣 他們 葉式陳亮 這些人 最不喜歡朱子的地方 就是 因為 朱子很喜歡講 理 氣 天道 革密自知 誠意 正心 這些 講很多這些 概念 這些 這些概念 相對比較抽象 不講那麼多 實用 不講那麼多 日實用 實淺 實用 那些比較少 日常生活的實淺 那些講得比較少 所以這個 事公派 就跟朱子 就不同了 那樣 所以這個 事公派 就變得很像西方的公利主義 那樣 還講這個 社會上面的 實踐的事公 那樣 所以 變成 我們覺得 他有點像 這個所謂西方的公利主義 那 西方公利主義的代表人物 當然就是這個 邊審 木勒 這些公利主義的代表人物 這個 那麼 我們都知道 邊審木勒 就是由這個 英國的培根洛克的經驗主義 那裡一路來 一路傳下來 這樣就變成公利主義 經驗主義傳下來 變成這個 他們所講的公利主義 公利原則來講的公利主義 那麼 他們這些說法 也跟康德的說法是相反的 我看到發展也有點類似 這個 就好像這個 這個 事公派 中國的葉式陳良 事公派 和朱子的說法相反 這樣 他們的說法 也跟康德的說法相反 剛剛也說過 除了這個 這個 事公派 葉式陳良 他們和朱子有不同之外 另外 就是這個 綠象山 綠象山 都和朱子很不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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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朱綠兒童 以前考試 常要考的題目 就是因為他們很不同 所以這個 朱子和帳山 就變成了 不同的兩個派別 鹿杖山就着重说要讲本心 要讲本心 要我们人要懂得本心 这种精神是由义情重视心的讲法那里传下来的 其实无论是朱子杖山好 其实都是由义情那里传下来的 不过着重讲的重点有点不同 杖山就要人当下就要懂得人的心是什么 所以他就要讲这个 无心即宇宙 宇宙内事即几份内事 最重要是认识这个心 我们的心就是宇宙 这个最重要的 宇宙内事即几份内事 所以这些 由个心 着重由个心来看这个世界 看这个宇宙的 这个这样的讲法 变成有点像康德 由人的纯粹理性 来到建立知识 那个讲法就有点接近 变成有点相似性 所以我们看到 杖山也有点相似后期的理性主义的讲法 这个 好了 这样我们看到康德同时期的学者 也有些人是着重讲这个信心 直接讲信心 由信心来证悟这个天心本体 所以其实在西方里面 都有一些类似杖山的看法 所以这个 发展到近代文化里面 这里 都是有点相似性 西方的 这个 发展到近代 康德之后 这里 来到这个朱子杖山 这些这样的时期 它发展其实都是有点相似性 这个 有时就跟这个朱子有点相似 有时就跟这个杖山有点相似 这个 而这个发展那个 这个确实是有点类似的 这个 所以康德就开出了这个 理性主义的主流 近代理性主义的主流 那么 还有很多其他人物 当然 还有譬如 废希特 謝林 等等 不同的 这个 这些学家 他们也很重视这个 道德意志 重视审美经验 重视这个宗教情感 即是他们虽然是理性主义 他们当然很重视理性 但是除了重视理性之外 他们同时也会很重视这个 道德意志 重视审美经验和宗教感情 这样 这样 都会说 将这个 理 容理归心 讲天心和人心可以合一 这个 这样 这个 神和我可以不宜 可以在有限之中见到无限 在个体之中见到全体 会有这些这样的说法 就算是西方文化里面 这个 这个 近代的理性主义的不同的人物 都会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他们不仅是说这个理性 这个 这样就有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理性主义这些这样的说法 发展出来 变成了有些像宋明理学家的说法 尤其是后期那些 例如这些理性主义后期这些说法 就变成了 有些像 这个 帐山 刚才说帐山 也都开出帐山的 弟子的一些说法 例如 杨慈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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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天者 吾性中之象 地者 吾性中之形 天地 也是我们人性里面的形象 就是说 天地 也是人性中的形象 就是说 由人性 我们可以直接知道天地 这些说法 就是 有些像 有些像 由人心见到天心 这些说法 由人心见到天地 这些说法 另外 又有这个 比如这个 陈白沙 这个 明朝 这个南方的宋明理学家 他说 说法 才一角 便我大而物小 物有尽 而我无窍 就是 这个人 有这个 知觉 觉悟的话 就知道 我大而物小 其实我 是很大的 事物也是很小的 物有尽 而我无窍 事物是有尽的 我反围是无窍 我大而物小 就是由我而去观物的 一切物是由我而呈现的 所以 一觉悟 就明白 我是最大 物也很少 看下去 就变成事物是有限 我才是无窍 有些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个 另外 后来 其他不同的 是一些明朝的 宋明理学家 都有些类似这样的说法 其实 比如黄阳明 黄龙溪 罗近溪 他们都说 这个所谓 良知是什么 人的良知 人的良知是内在的 就是天心天理 造化精灵 是潜之昆能等等 通过人的良知 而知道天地 造化 知道天地乾坤 这些这样的说法 变成 跟刚才我们所说的 康德 所开出的理性主义 所说的 天心人心合一 那些这样的说法 就有些接近 有些类似的 这个 这个是中国文化 中国生命理学里面的说法 而去到西方 就有这个克格尔的哲学 克格尔的哲学 就讲这个 心灵理性 都是在这个精神概念之中 克格尔重视讲的 精神的客观表现 讲历史文化 他就着重讲这个 客观表现 精神的客观表现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历史文化 所以他会着重 讲这个 历史文化 就不只是讲个心 这个 讲历史文化 这个 这个 所以克格尔的表现 如果我们找回一些相对的人物 在中国人 中国素名理学家里面 就似后期的黄旋山 这个 因为黄旋山 他固然是素名理学家 他都讲这个 心和理 但是他讲心和理 都在气之中 着重讲气 客观表现 黄旋山 亦都很重视 这个 历史文化 就是重讲历史文化 所以这些 就变成了和克格尔有些相似 这个 黄旋山 同时亦都很尊崇这个 朱子 这些 是将还渠 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了 这个 也比较像克格尔 这个 能够继承到康德 讲理性 讲历史文化 这样的发展 克格尔特别 跟斯品乐沙 很契合 这个 克格尔 讲哲学的时候 他曾经说 我们要先学 斯品乐沙 这样 相对地 都很尊重 斯品乐沙的说法 好 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 在这个 我们之前 讲过 这个 讲这个 宋明乐沙的对比的时候 这个 和斯品乐沙 有些类似性 就是中国的 就是张横渠 王旋山 亦都很尊重张横渠 所以这里 亦都有些相似性 我们看到 王旋山和克格尔的思想 和渊源 虽然是时空不同 但是 发展是 若合乎折 在历史地位上 这个 克格尔就是西方 近代理性主义 理想主义的大宗师 而王旋山 就是这个 由宋明理学的问题 那里开始出来 别开生年 这个贯通经史学的 一个理学家 亦都是一个大宗师 所以这里亦是相似性 这个 好 再看下去 就看到 王旋山之后 清代有颜园 就是颜杂齋 所谓颜理学派 颜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这个 这样 他们就 着重 情珠理学 着重 情珠理学 着重 情珠理学 他们的说法 这个颜杂齋 他们的说法 着重 习惯 以及要说 这个 实行 这个 这个 再跟着下去 就有这个 大东元 这个大震 大震 和焦巡 的一些说法 他们的说法 着重 这个 情欲 要是 不偏 不思 如果情欲 不偏 不思 就是 天理 那些 他们的说法 发展到后期 这些说法 他们都不是很重视 这个 天道本源 这个 无论颜理学派 还是 这个 大东元 焦巡 他们的说法 都好 都是相对地 是重视 这个 社会 民生 多些 就没有那么多 天道 那些 内容 会少些 这个 所以 这个 变得有点似 所以我们正正就是觉得 好像 西方来说 就好像康德克格尔之后 后来 十九世纪 开出一些 所谓的实证主义 现象主义 自然主义 社会主义 那些 他们也是 比较少 讨论 这个 上帝 天 那些内容 着重 这个实前 着重 这个实前 这个 社会民生 的讨论 比较多 你会 民生的内容 讨论 比较多 这个 这个 发展 也都变成 有些相似性 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 中国近代 思想 学术文化的发展 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发展 他们 是很不同的 确实是很不同 始终一个中西文化 一个中国文化 一个西方文化 他们的发展 当然有很不同 大 也有些相同性 就是因为 他们大家都是继承 这个 由中古学术文化精神而来 这个是大家各自继承 当然 因为那个中国术精神 其实中国西方 也是不同的 所以 他们继承 那个不同 发展出来的 当然也是不同 这个一定会不同 他们重视的学术 也都有些不同 对外在环境的 反应和态度 方式 也都不同 我们看到 在西方文化的发展 是怎样呢 就是这个 启蒙运动之后 就有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理想主义的哲学发展 这个 同时其 在这个学术方面 还有这个 哥伯尼 加利略 牛敦 那些天文学物理学的发展 这个 后来 接着又再发展出 不同的科学 有些生物学 心理学 不同的社会科学 这样 这些不同的学问 有个分图的发展 这个就是不同途径 各种不同的门路 的发展 叫分图的发展 这样就 变成我们 现在今日 知识世界的模式 这个 就是很多不同的分类 很多不同的分类 每种知识 都是一个专门的类别 这个 亦都 有很多不同的技术 发明 这些技术 也是每一个技术 都是一个专门的类别 而这些科学技术 可以用来 改造自然 以及 改造我们 人的世界 除了改造自然世界 除了改造自然世界 之外 也改造我们 人的生活 社会 人的世界 这个 近代科学知识的理论 不止是说科学理论 不止是说科学理论 这个 科学理论 也很多 只是说科学知识 固然是科学理论 但是 科学理论 有时的范围 很大 譬如 太阳中心说 太阳中心说 以前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这些说法 不止是科学 不止是科学 譬如万有引力 这些说法 不止是说科学 那么简单 进化论 曾经和科学论 这个更加是 更加不止是说科学 就算是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所说的内容 都不止是科学的内容 不止是科学内容 而是说到这个宇宙 说到这个宇宙 这个 这样 怎样 这个 改变 宇宙怎样扩大 怎样膨胀 即是影响人的宇宙观 这个 所以就不是单单说科学 那么简单 这个 所以这些 文化知识的发展 就和科学技术知识 是同时间 一直在西方文化里面 一直在发展 都是属于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容 所以这个西方文化精神 所以 由科学的发展 一直向外膨胀 这样 变成一种 向外膨胀的一种精神 向外膨胀的一种精神 这个 所以 他们很多时候 就会将这个 民族的文化 和这个 权力 分布在全世界 这个 这个 不只是说科学 这个 不只是说科学 一直是发展出去的 我们看回 古希臘时期的成邦 是独立的 后来 因为北方的那些 民族 下来 这些 种族 就变得很复杂 而且北方的民族 我们看到 他的生命力很充沛 不是那么容易融洩到 接着发展到 罗马帝国 基督教文化 将不同的民族 统涉 迎合起来 但是 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 融洩力量 去到中古时期 已经 穷尽了 这个 又开始混乱 于是 到了近代 就出现了所谓 民族国家 纷纷独立的现象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政治外交 崇尚这个 权术 霸术 不同的民族国家 又互相对治 对抗 冲突 出现了很多战争 所以 就发展成为 很多冲突对抗 很多冲突对抗 这种发展 不仅仅在欧洲的民族 一路向欧洲以外的地方发展 那些航海的军队 就会一路发展 去到全世界 开始发展出殖民地 去到美洲 去到非洲 会屠杀美洲的那些人 又会奴役黑人 等等 另外一方面 又去到印度 东南 压迫不同种族的人 这个就是西方文化 一直向外膨胀 向外发展 那种情况 这个 就是科学精神 固然都是向外膨胀 但是这个 当他的文化精神 发展到这个 社会文化力量的时候 就变成 亦都是向外膨胀 这个 甚至想把中国和日本 都变成殖民地 这个 很多地方都变成殖民地 所以在文艺复兴之后的三百年 欧洲白人就成为这个 全世界的天资娇治 好像这个 这个华士人 这个 欧洲民族的权力 不断向外膨胀 扩张 这个 这个 这个由全世界各地 所拿到的财富 来去养活这个 欧洲的国家 振兴欧洲的商业 帮助他们的工业革命 这样 这个 近代的科学 和知识 技术 一路进步 成为这个 欧洲工业革命的基础 西方世界 这个 在现实上的权力 是不断膨胀 而科学知识的进步 是和这个 现实权力的膨胀 是相互为用的 于是就变成 这个西方文化 支配了全世界 这个 无人能党 出现这个 是现在我们 今天这种 这样的情况 好 这个 在中国方面的发展 又是怎样呢 下次 和大家继续讲下去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